我是赵浩康 为你来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蔡奇华老师 谈她的新书 时报给她出的 时报出版出的叫做 写作吧 一篇文章的生成 那她这个书分成三部分 一部分是升学作文 一部分是文学创作 一部分是文字运用 那当然家长可能最 或是学生最关系的升学 升学的国文 作文占的比重也蛮大的了 那我自己觉得我那时候考升学 我认为我的作文大概是零分 我真的这样认为 因为我觉得考完以后 我觉得很好 前面那个测验我满分 我国文印象相当好 我到台大我国文也是全班最高分 而且作文印象是我很自豪的 但是我前面策略都对了 那国文怎么才这么 我记得当70分嘛 那时候作文30分嘛 那我既然前面70分都对 那不是作文零分吗 当然也有可能 那你前面你认为都对 但不会差太远嘛 所以作文印度很低嘛 我到了大学以后 台大那个我的国文老师 我说 哎 周晓康 你考大学国语力很高 我高个鬼啦 高 高什么高 我国文高 我就那台大医科啦 对了 我就差 就是 所以基本上 作文显然是很重要嘛 对 那 所以这个蔡老师 对升学作文 有个平常专门在讲 甚至还告诉你 如果论说文你怎么写 抒情文怎么写 大概不外这几种 是吧 考大学题目也就是一种论 论什么什么 这个生活之 什么什么子怎样怎样 或是论什么什么等等 那 有时候拿古人的讲话来论 有的是拿现在来论 要不然就是抒情 什么一支笔啊 什么今天 今天的心情 反正他的 现在出题越来越怪了 我觉得题目是 非传统的题目 那到底怎么写 蔡老师 要怎么写 其实现在联考作 他分书情文 跟论说文 那我们先来讲书情文 其实书情 他是借警书情 借物书情 可是联考作文 他有个提干 他说请以个人经验出发 所以他要你是借故事书情 那重点是幸福不是故事 不幸才是故事 那今年的会考作文题目叫做 未完成作品的展览会 这题目真的很怪 对 那学策的叫做 如果你有新冰箱 你要冰什么 那提干呢 就写说 我的冰箱是情感 也就是说 他要冰的就是一个遗憾的情感 所以今年很多学生 因为我事先半年前 我有写篇文章就是说 你只要背一篇遗憾的故事 进考场 那放在第二段 那第一段跟最后一段呢 你要用题目去扣题 那你的分数应该就很高了 所以今年就很多学生 他拿满级分 然后他 作文满级分不容易 对 以会考来讲的话 全国 差不多六级 那五级分以上 全国是平均百分之二十 那六级分的话 这几年 他是105年是 百分之0.1 1.83 再来是0.7 再来是0.61 那今年是 也是0.73左右 这100个他不到一个 满级分 对 要六级分 六级就非常困难了 对 所以总之 其实赵大哥你刚刚也 也讲到 我的以前的 很难过的往事一模一样 其实我 我选择题拿了将近59分 我那时候是60分的选择题 我拿了将近59 非常非常高 我大概 我大概是全班最高分 可是我的作文也垮掉了 也就是说 平常会写文章的人 作文几乎都垮掉 为什么 因为 对啊 我高中还没事 常常在学生 跟我上发表文章 自觉得 我自觉的作文写的还不错 那怎么回事 因为文学跟作文很不一样 虽然说 作文跟散文 它有同心圆 可是 文学是个隐藏的技术 所以你要慢慢的长 可是作文它的时间的关系 像 学册的论缩文 只能十九行四百字 所以 它 散文要慢 作文要快 散文要长 那 作文要白 那散文要淡 那作文要浓 所以 我们用写 长时间散文的方式 我们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铺层太多 然后 结论太少 所以 我们都实在考场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不要以为说 我们平常就很会写文章 然后 临场发挥 其实很难 所以今年有一个学生 他说 老师我在学校都拿三四几本 可是 我看你的书之后 我用你的方法去写 我竟然变成全国的泛文 对 也就是说 给大家最简单的方式 写书 情文 它的题目都是假的 例如说自己的年考考什么 敬业情怀 敬业 或者是我冰 新冰箱 我要冰什么 对 或者是 我想要开一家 怎样的店 那么 这些题目 他们 只要在第一段 跟最后一段 有扣题 它中间就是要你写故事 那写的就是你遗憾的故事 例如说我因为发生什么遗憾 所以我冰箱要冰过去那个遗憾 所以你把过去的故事写在里面 那敬业情怀就是我敬业 我想到过去那个遗憾 那我要开一家什么店 就是我以前发生什么遗憾 因此我要开这家店来满足那个遗憾 所以我就跟学院讲 就是说 我们平常是可以用 准备个个人的一个 content的一个内容 最好是不幸的 遗憾的 对 我正在13579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生命 你要背三个不幸的故事 我自己的 我跟他人的 甚至是第三个 就是这个社会上的 那五就是五个异象 因为写作是用文字画图 用看得见的讲看不见的 所以你可以背一些异象 来讲一些你不清楚的 例如说讲纪律好了 你就说 没有绳子的陀螺永远没办法旋转 对 类似这样的东西 例如讲到合作 你就说 我们是大小不一的齿轮 必须彼此咬合 才能够 才能够旋转 对 才能带动 那 你如果讲到族群的融合 我们就可以讲到 北加州的红山木林 他们的根很浅 却可以长到一百多公尺 那是因为 他们在根底下根系相连 所以不管是蒋卫水 岳飞 孙中山 我们都可以手牵手 七就是七个名言家具 这个名言家具就是 例如说 这个讲到环境 你就讲白经济 如果我们想要跟大自然对抗 我们就会像亚哈船长一样 淹死在自己自大的意志当中 这个就是你可以背七个句子 例如说你喜欢鬼灭之刃 你就说 如果恐惧有用 这个事实上就没有鬼 例如你看过你就把它整理下来 再就是九个数据 因为西方的作文叫逻辑 所以他们的作文是最后一步 就是他们会产生兴趣研究 然后归纳 最后发表 所以会有大量的数据 但是我们的课堂作文 是没有前面的那些过程 直接就是拿笔记来写 所以我们的写作就失去这种逻辑的传统 所以学生要以自己生命出发 去搜集九个数据 例如说 以你现在年轻人来讲的话 至少你要背一个数据 是2020年是台湾第一次生不如死 生育率低于死亡率的一年 2026年是台湾超高龄社会的一年 20%高于65岁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 2017年美国代表电脑研发部门说了 在2030年85%的工作是现在不存在的 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 你如果没有终身学习的习惯 你一定完蛋 最后13579你整理起来 你连考 换你什么题目都可以用 对对对 这很有趣 好我们先访问的是蔡奇华老师 谈他的新书 写作吧 一篇文章的生成 那有些学作是为了自己 书籍 有些学作是为了考试 不只是升学考试 什么公务员考试 什么各种特考 作文也都蛮重要的 我们继续再聊回来 谢谢 我是赵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刚听到蔡奇华老师讲 怎么写书庆文 都很有意思了 的确是这样 我一个朋友 他儿子其实功课很普通 数学数理不错 国文印象不好 他爸爸就跟他讲 说这样 你就背三篇 论书文怎么写 书庆文怎么写 什么怎么写 三篇 然后因为他品性不端 大概个性比较强 所以被老师 被学校训绕 把家长找到学校去 就跟家长说 你这孩子再这样 我们就把他退学 家长当然也找了名义代表 找了一堆去官说 勉强留下来 因为高三了 家长跟他讲说 你如果遇到什么文 你第一段就说 我要把你退学 信号主人讲 然后再叙述一些故事 然后我怎么样克服 刚好那出的文章 就是他背的三篇 这一篇可以用 我要把你退学 满分 考到台大 因为他数据本来就不错 原来插的就是 作文或者是国文 考到台大了 所以临时去想 真的不如事先准备好了 没错 我这这么短的时间 就现在我看他们题目出一大堆 那个题目 哎哟 那个题目有些还热热等 很长 要从自己的生命出发 没有 但是对 但是问题是一个中学生 他有多少生命 他可能没有 他所以怎么 那老师 我听说 不会让他看到说 这个是假的吗 他怎么把这个生命的故事 当成是真的 当成自己 应该怎么办 最重要就是 从冲突出发 故事就是冲突 例如说 有个学生他写那个毕业旅行 他会说 我们去南湾汐水 我们去万湾吃猪脚 去龙盘 大草原看落日 回来唱卡拉OK 很快乐 那学生会写这种流水帐 但是王鼎君说过一句话 写作要有比例原则 你必须把最多的比例 留给冲突跟转折 转折就是选择 所以 现在的写作最重要就是 你必须把最冲突的 最折磨的放在第一段 那 大家对你的冲突有兴趣之后 你后面再讲 我是以前跟老师起冲突 那 这个叫起 起就是背景质量 所以 起层转合的起 起层转合最大的 对面对联考最大的缺点就是说 它起它没有 它没有什么意义的密度 所以 如果一个教授平均是看1500份作文 那其中1500份 代表1400份是起层转合 所以它前面的三到四行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 整个 我们知道 我们价值是比较出来的 那分数呢 是差异化出来的 所以 当你看过1000多份之后 它的结构都是一样的时候 你自然会把它们 变成 就是个medical 就是个很平庸的分数 所以 当 一个老教授在 夏天 看到 你第一句要是 我要把你退学 或者是 我那天站在 学校六楼的天台 想要跳下去 我到下一课 我就变成新东洋肉酱 你后面再讲 你被霸凌 你就那个 你会被霸凌 那个起层转的起 你放在后面来写的时候 所以你很容易就跳出来了 你不要变成 那我当然是给你最高分了 所以 起承转的起 那不是没有 而是现在你应该是 应该说写作 它最重要的是 efficiency 它是个效能 所以马神理工学院的写作课 叫沟通 communication 所以我们要写作是 你师故我在 不是我师故我在 你是谁 谁样的文字会引起你的兴趣 而且这个时代 我们是一个眼球滑动 手指滑动的时代 你前两行没有兴趣 我后面就没有印象分数了 所以赵大哥刚讲的非常的好 就是我们应该把 最冲突的放在最前面 然后后面我们再慢慢慢慢的 去解释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 那书情文是这样在写 论说文 论说文 今天的考试书情文多 还是论说文多 都有 非常重要的就是 现在的文章 实际上是夹艺夹序带书情 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很可怜 就是 我也觉得很可怜 大家准备多少东西 因为 学习历程还要上传 其实学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最厉害的东西一定是最简单的 也就是化繁为简 优伯反约 我们从这两天公布的整个诺贝尔医学奖跟物理奖 就是他像好奇话医学奖他没有颁给发现mRNA的 新冠疫苗的 他现在是发现蜡的一个身体剂转 那么在物理奖他也 暖化地球暖化 对你说他们共同的特色是他们是从最复杂的一些实验里面找到最简单的原理 找到甚至这个发明一些model了 创造一些模型 模组 模组带进去就可以知道结果了 今天我看那个化学 前两天那个化学奖也是 他就是有机催化物 对 那只要用原来的催化物的一百分之一就可以 都是简单 没错 你讲的话就化繁为简 所以那如果全世界的科学都是化繁为简 那为什么我们的写作教学是化繁为繁 这表示是反科学嘛 没有方法论嘛 那学院一定学不起来的嘛 你说联考学策考一篇叫做温暖的心 那学院就想说这篇是抒情文 那论说文还是什么文 其实他是假意假趣带抒情 现在都是杂体文嘛 你现在的论说文只要没有故事 没有带情感 没有有礼入情情理交融谁要给你看啊 所以那个温暖的心就是 就是问你说你要得其情而哀惊而悟喜 就是 你就是他前面的提干就是萧立宏阿公说 不要让偷我们家瓜的人看到我们 告诉他 祖物跟他说 如果你是在死口之交有菜就没饭有饭就没菜的话 你也会做相同的事情 其实你用这样的一个心理 你去换位思考 去来讲自己的故事 所以你就是必须善终见其爱 然后你恨你取得一个和解跟包容 这就是这种思辨嘛 所以他既是抒情他就是思辨 所以还是一句话就是 不要给孩子那么多框框 让他们自由思辨发展 这些老师怎么想出来这些题目 你知道吗 这些初题的老师 他怎么会 有些题目真的很怪 其实这几年的题目 其实联考题目出四种 我跟我的关系 然后我跟他人的关系 我跟社会的关系 我跟自然的关系 那这几年都是从我走向我们 因为108课刚刚就是自动好 自发互动共好 所以这几年的题目 我们这个时代 那我要为别人开一家怎样的店 都是希望孩子从我走向整个别人 好那么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蔡继华老师 谈他的新书 写作吧 一篇文章的生成 时报出版处的 我们需要再回来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蔡继华老师 谈他的新书 写作吧 一篇文章的生成 刚刚谈的书情文 谈的考试 或是谈了这个 这个可能又是书情 又是论说 这个夹序夹义 还要夹感情 带书情 那论文 论说文 论说我想也蛮重要的 其实最早的时候考 其实都是考论说文 对 后来慢慢慢慢 是比较改变了 那论说文我要怎么写 我举个例子 好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野百合父亲 写给太阳花女儿的一封信 那一封信 我用一个梗 这个梗就是 我一个学生 他在台湾做文分数很高 在澳洲做文拿零分 因为教授跟他说 你整篇文章都说 别人错别人错 我全对 他说全世界没有这种事情 教授说 你要证明别人也有对的部分才有分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在胡骂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梗就是 我们人在彼此批评的时候 即使到现在台湾的蓝绿恶斗 网军互相 彼此用很不好的语言在胡骂 其实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从小 我们的论塑文教育是发生问题 我没有论是你全错 我全对 这样不可能有沟通 所以写作文 我们就是龙头诸渡舌弯凤尾 舌弯就是证明别人也有对 但是我的对的比较多 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所以我们可以 其实联考的提干 就会给你双方的意见 所以一篇文章 你有一半是从提干文字 用另外一个写法把它转进去 所以提干的文字是可以用的 第二个就是个人的经验 所以论塑文是非常非常好写 所以题目我们看到里面有正反意见的时候 你把你支持的意见就放第二段跟第四段 那你如果放第四段要加强一次 那个叫回马枪法 像某某购物台的做法 那反方的意见你就放第三段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 这是黑格的正反合 这个就是所以领考写论塑文最容易写法 就是四段是合正反合 那第一段绝对不能超过两行 为什么 因为你第二段 我们叫supporting material 你需要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事实fact 然后第二个就是经验你故事 第三个东西就是数据statistics 其实这个题杆里面都有 那第三段就是你把题杆里面的反正 给放进去就好了 所以第三段就是虽然 例如说有点点考考那个 你是否赞成合作社净售含糖饮料 所以第三段你就说 虽然糖可以让年轻人增加他的注意力 但是这个它已经造成很多人糖尿病 然后忧郁症 而且国中生百分之九十 肥胖 对 因此 那最后一段再说 再加上 其实联考作文可以掰 其实联考的释放出来的范文 十篇有七八篇 他都说我的故事里面是掰出来的 其实那没有关系 那是心里的真实 所以最后一段就说 加上我的最好的朋友 他因为喝含糖饮料生了重病 你这样子做结论 其实所以论说就很好写了 对 好 这个论说文 论说文 那 我在想说论说文 现在的学生很多是因为他网路 对 错白字很多 对 比如他那个在 在见的在跟那个在哪里的在 经常混用 很多字都混用 那这个重不重要 在对了 评分老师会觉得说 你就连这个字都写错了 会扣分 还是会扣 会扣分 所以非常重要就是我当过八年的导师 那其中有五年是当高三的导师 那我服务的学校高三是不用写周记的 可是呢 我跟我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写周记 我就跟学生说你们就算写一行都没有关系 老师你有病啊 要干嘛 现在的国以前我们国文可能是要一个学期写十二篇到就是八篇六篇 现在写四篇 现在很多学校都说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月考的那也算一篇 我们一个学生写两篇 现在的其实老师都不想改作文 很麻烦 对 可是可是我自己我自己却愿意是一个学期改十五次的周记 而且很多学生因为我学生有时候他写两页 我自己会写两页回去给他 因为我认为这是师生谈心 还有最重要一点就是 语言它是只有量变才能产生质变嘛 所以我们不可能期待孩子每天他都是电脑打字 那突然他联考作文的时候他都写对字 所以我就说教书是个良心事业 是 我觉得我觉得说如果 多花很多时间了去改 对对 其实我自己是英文老师 很多国文老师会说改国文作文很难 我必须讲你改一篇英文作文的时间 是改一篇国文作文时间的三倍 要三倍 可是我一个学期我一个班 我曾经教三个班 每个班一个学期改十二篇 我是这样子改作文的 所以其实我会写这个 我会出这个写作书是因为 我本身是英文老师 可是我二十年来 我教了一万多个学生 应该说我教学生至少写了一万多篇 那得了五百多个校外的大型文学奖 也就是说 我这个英文老师我改的作文应该是 最多的 没有做现代文学创作 因为诗赏文小说都有 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改作文很累 可是拜托 老师真的 我觉得老师真的是良心实业 我们做不了道明 我们做不了手机 我们为了产出就是孩子变得更好而已 那孩子现在都写错字了 所以麻烦各位老师有空多改几篇 真的是这样 现在小朋友是错别字很多 那你有时候你跟他讲 在你这个字写错 哎呀你看得懂就好了 但是我看得到 对了 平常是无所谓的 你连来连去 那遇到考试的时候 你就会吃亏了 对 你写错字了 一句国文老师 这个字都写错了 就会吃亏 我爸爸是教国文的 我爸在中学教国文 我每次的广播或电视上 哪讲错 那个发音发错 打电话来骂我 这个字都讲错了 你会误导多少人 他讲的又对啊 你会害多少人跟着你念 大家以为你念的是对的嘛 对 好 继续一下就回来 好 谢谢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生理现场 写错吧 一篇文章的生成 蔡清华老师 时报出版给他出的 你在里面提到很有趣的 你提到这个 荣应台跟陈文茜 两个都很会写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为什么 他们特色在哪里 还引用了荣应台的目送吧 我好像一段 对 就是说 他们两个都是会写论术文 跟抒情文 都会写 两支笔 都很厉害 对对对 但是如果文学讲的话呢 他一定指的是抒情散文 对 那荣应台 他最厉害的是 他很会用文字画图 大家有看看荣应台 他的文字 其实散文就是散出来的细节 他会讲我过去怎么样 甚至他说 坐在他前面的胡市长 他正刚面对过生死 然后再举到一首诗 这个诗就是 小女孩骑脚踏车的时候 他一直在跌倒 可是突然之间 他开始骑快了 然后经过街角 妈妈只看到他的发尾 在空中飘扬 像手帕一样 跟妈妈说 不必送 也就是说 荣应台他很会用视觉 来写作 我想我们这一段 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论说文 事实上 他是可以训练学生的 写小说的能力 这非常好笑 这两个有相关吗 我们都觉得论说文 就是死板板的 那小说是最狂野的想象力 因为小说 他英文叫Novel 那Nov在英文 就是创新的意思 创新就是Innovation 那事实上 他们共同的就是逻辑 像小说 科幻一定起源于科学 那奇幻是起源于传说 那魔幻写实是起源于写实 像张耀生写的蓝色项圈 他是写实台湾的升学主义 那你说像JK罗林 他写的哈利波特 他里面他用的很多北欧 跟英国的传奇 那么我们讲科幻的时候 我们要根据一个科学的真实 去发展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 其来有据 而且很非常非常有逻辑的 那以今年 我们学策的作文就是 请问如果有一个可以修改大脑记忆的幸福机器 你赞不赞成 他是论说文 但是他的提干 他却是从一个奇幻魔幻的电影开始 他提到 有个电影叫做 见望春 还有海马洗头 他提到就是说 我可以用洗头或者这个机器修改你的记忆 然后他又提到澳洲已经发展出这个机器了 那么 所以他是从科学跟文学电影去出发 那要你去思辨 那事实上 这个论说文跟小说呢 他都是考and then 然后呢 所以论说文就是 如果我们台湾没有自由民主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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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思考那就是论说文 幸福机器 你就可以思考 例如说 如果有幸福机器了 那我不用娶老婆 我就可以在机器里面有配偶的幸福感觉 我不用生小孩 然后呢 那国家是不是就少子化了 那我机器给我出国的感觉 我就不用出国了 那然后呢 那是不是旅游业就会消失了 所以写论说文跟写小说 他是个一起教的 例如说 我记得教两个学生 一个得文学 一个得文学奖小说第一名 一个得第二名 他们两个刚给我东西的时候 都是一个非常频繁的东西 所以我会引导他们 例如说有个学生 他可能受到林亦涵世代 他写一个男老师跟女学生的私生念 我就说你这个东西很难看 你这个东西在整个文学奖已经五六年前到现在 大概每个小女生都写这个私生念太多了 那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可能从一个社会的现象去开始发展 你去问你旁边 去推论 就他就问到一个就是 我有一个同学 他爸爸习惯晚上起来穿妈妈的裙子 你素理有些 对 也就是说 原来是他爸爸喜欢的 女生 是男生 是男生 他爸爸身体里面住的是女生 喜欢男生 对 也就是说 有没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一个喜欢女生的女老师 然后他在一个女校教书 他会发生什么事 那就他用狂野的方式去 然后他脑洞就大开了 那就开始引申出很多的可能 所以这个小说就得了首奖了 然后还有一个学生 他说老师我读了你的第二本书 有一个叫做 我写作书有三本 第二本有个叫做古人还魂 就是如果古人回到现代会发生什么事情 例如说我好朋友记小样就写了一篇叫做 孔子到我家洗脸 吐了整个盆子的支付也择也 然后把我家的黑人牙膏给干走了 那留下他的丝巾在我马桶上面 那个学生他反战 他觉得莫子到我家 那我要教他怎么设立脸书专页 用推特去号召大家来反战 所以学生老师说我要写 就他写 让王伟回来 让孟浩然回来 我说你回来有什么意义 所以这个东西然后刚好就是台中的杨葵 东海花园开发不见了 所以学生就是老师那我让杨葵回来 那为什么要回来 杨葵就是主张他和平宣言 他发觉到从日本到228 台湾有太多太多的杀怒 所以他希望族群可以共和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写 现在台湾你想骂谁就骂谁也没有关系 那这个我们感觉这个是非常的恶毒 可是这却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也这种幸福 所以他就写 他在火车上遇到杨葵 杨葵回到东海花园 所以然后呢给他悠悠卡 看杨葵说悠悠卡要逼 所以杨葵就拿悠悠卡 那对的机器大喊一声逼 所以学生事实上可以借由论说文来写小说 来开发他们的想象力 非常有趣 很多时候没有限制一定要怎样 我看现在好莱坞电影也差不多这样子 好莱坞电影 大概都是要一定要讲同性恋 而且同性恋还不够 一定要黑白恋 要不然就异竹恋 就是他要搞得很复杂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谢谢大家回来 我是赵好康 为你回到赵少康视频的现场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蔡奇华老师 他的新书叫写作吧 一篇文章的生成 这是他第三本书 之前我们也访问过 那么到底怎么写 当然他的这本书不是只为了升学 如果你想文学创作 很多人觉得我有创作的才华 可以创作文字的运用等等 我们现在最后一段了 来我们挑个重点 其实这本书中间的部分最多了 中间就讲诗散文小说怎么写 最后一段就讲语言的应用 因为我以前是做贸易又写广告 从商业出发 你也不少广告的 还有歌我还你还写的歌 对 我写的歌还得过总统府教育奖的手奖 我们要进去唱歌给小英听 全国首讲 不错 所以文字这种东西是一通百通 我们其实这篇最后他讲文字运用 我讲一篇就好了 叫做经营脸书需要知道的14个重点 那我先把14个重点先念一遍 第一句最重要 第二个是下笔之前你要思考 自己的受众 TA是谁 就是你师故我在 再来第三就是用KISS的原则写专业 KISS就是两个S 一个是simple 一个是stupid 要简单 而且要笨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写 第四就是你要了解市场在哪里 也就是说供需法则 这个世界他缺什么东西 你讲什么东西 第五你必须将自己定位于该领域的专家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你自己领域的专家 像高雄有一位消防员 他在讲消防的概念的时候 他越发表语言密度越好 实力越多 所以他已经变成了这一块的一个专家 第六是注意发文的时间 因为早上就是最没有人看 那十二点有人看 这跟人的生活习惯是一样 晚上七八点看的人最多 第七就是网红的分享 就像我的很多学生他会出书 其实是因为我连续分享到三四次之后被书上看见 所以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有流量的人去帮你 再来是分享比赞还要重要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会po 我今天吃了什么食物去那里玩 朋友就按赞 其实你这个赞你按到死为止 你不会成为品牌 因为分享两个目的 第一个 第一个是我自己要分享完 我自己就留在我自己的脸书 我就晚上可以看 就可以给别人看 所以就是有价值才会分享 那品牌是重复的价值 所以文字他最重要的是 你要留存价值 你才说过这个世界 永远是跟着新的价值在旋转 那价值是选择 所以一篇没有选择的文章 他的脸书是没有意义的 第九就是你被媒体分享要小心授权 就像我有几篇文章 一个很有名的媒体 他说我可不可以转载 结果我发觉 我那四篇给他们每一篇平均 大概七万个赞 也就是说然后他们 对啊 就我的第二本书 那也就是他们每一年都拿出来用 我就天啊他们赚了太多钱了 我一毛钱都没分到 对啊 再来就是好文可以重发 像我昨天发的那篇文 事上我有发过一次 可是我发觉那次看的人不多 就我昨天那篇已经一百多个分享 也一千多个赞 所以因为演算法的关系 所以不见得发过一次你不用的再发 再来就是十四最吸金啊 例如说你再讲我妈怎么填志愿 你写完你就等要填志愿那三那再放 那时候可能看的人最多 不要急着放 再来就是第十二个就是 现在人是视觉性的动物 所以有时候你文字再好 你还是要好的图档去配合 什么梗图啊什么这些 对对对对 当然你可以自己做了 但是用英文关键字 你搜寻出来的图档 画质就比较好 对还有点就是你用英文字搜寻出来的 那个可能离你很远 他也不会去告你 十三就是你要决定 你要不要经营粉丝专业 我叫做瑞士的三九十 对对对 太远了太远了 没错没错 就是粉丝专业的 普及整个普及率 只有你自己的十分之一 因为他就要你买广告 所以所以要小心 就是除非你很有钱 还有子弹 不然的话粉专专业 其实反而他的那个曝光率更低 所以所以怎么样会比较高 如果你不买广告的话 你说粉丝专业的 普及率只有实际的十分之一 这什么意思 例如说我自己 有我自己的专业 OK 我自己又有一个叫 粉丝专业 蔡奇华水笔 OK 结果我一样的文章 我放在我的粉丝专业 大概就一站都不会超过一百个 可是我放 可是我放到我那一边 我的站平均 平均都大概是500到1500之间 差很多 所以粉丝专业不见得好就是了 但是粉丝专业 你只要破一篇文章 脸书就跳出来 你只要在100块 我就给你曝光率多少 OK 对 加广告费就是了 对 所以脸书也要火 赚很多钱 对 那这一个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重复出现的价值 叫做品牌 所以你必须是持续针对 针对一个点 持续去讲 也就是说 就好像说 我一直讲写作 那我会变成写作方面的专家 然后在我去讲国际教育 我讲久了 对 然后再就是讲学习历程 我去写这种东西 但你那个量要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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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而且你讲到14点的第一点 就是第一句最重要 对 对 这种东西第一句最重要 我觉得是大家要记住 第一句 一来就识破天津 让他觉得哇 哇一声 非要看下去不可 对 好 今天非常谢谢蔡奇华老师 我觉得他讲的这个 都非常精彩 只是我们时间有限了 看看书吧 谢谢蔡奇华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